其實看看聽了來賓的分享 就知道大家都很喜歡自己當醫生 或者是自己吃一些市售的一些補品 來調整自己的驚奇 對 剛剛沒有發現嗎 其實我們詹醫師很溫暖的 幫大家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害怕去看婦產科醫師 就不要用自己的方式 因為就我急診的觀念是覺得 你真的有狀況 還是得找專業醫師幫你解決 我印象很深刻 就遇到一個60歲的大姐 那她讓我印象深刻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她來的時候 我根本看不出來她60歲 那第二個是 她體態很好 可是唯獨就是小吐司 小吐司突出的 那來掛精神 她就一直跟我說 她就是在外面遊玩 然後都沒有什麼小便 應該是別人又別過頭 所以我心裡想 膀胱那麼脹 所以肚子也微吐 所以我想說 先幫她掃個超音波看一下 然後她說 醫師你要幫我掃超音波 那個我在40歲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我的經濟很軟 每次來的血量就很大 經痛 我很困擾 那後來我就找了婦產科醫師 發現我有子宮的腺疾症 所以那時候其實 她也沒有想要再生小孩 然後 所以當時醫師建議她 那不然就手術 我們就手術 把我們的子宮給拿掉這樣 因為她還40歲 其實我們留下卵巢 就保有一些女性的 那個性徵這樣子 後來她就這樣做處理 那也是當時讓她 對婦產科醫師有點 就是在做婦產科的那個檢查的時候 她其實有一點害怕 所以當她做完這些手術的時候 其實她就沒有再回診過 那她也覺得她身體需要保養 一些經濟雖然沒有子宮了 但是她卵巢還在 她覺得還是需要一些藥物 去維持她的一些身體的 女性的狀態 所以其實事實上 她還是有持續的服用一些補品 那我看到她那時候做超音波 本來預期看到應該是一個 長大的膀胱就不是 它是一個很大的水囊在肚子裡面 我量了紙巾大概12到15公分這樣子 而且它為什麼會痛 因為那個水泡不是單純的水泡 它裡面除了有些雜質以外 看到疑似有些初學的 學成績在裡面 所以很顯然是 它是一個病罩在肚子裡面 而且有可能是因為旅遊 電波等等 它裡面可能有點破掉初學 所以它才導致她的疼痛 那後來果然它就是一個 那也不知道說是不是這40年來 事實上 她自己去用一些補品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些因素 讓她卵巢有了一些變化 那才發生今天這種情形 原來肚子小腹微凸的狀況 是一顆很大很大的 卵巢的惡性腫瘤在肚子裡面這樣 對 驚痛吃巧克力紅豆湯 來解決 對 超有用 好開心喔 這一趴很多男生可能覺得 不關我的事嘛 我都沒有月經 但是我跟大家講關你的事 因為這個東西 譬如說突然有一個追求你的男生 送來一碗紅豆湯 一個甜點的巧克力 對她大大的加分 對 那到底是有效 我沒效 我就舉一個案例 我認識一個 我住院醫師時候 那個病房的一個護理師 她那時候是女神 就是從實習醫師 住院醫師 組織醫師之後 我們在追求 我們大家說 她將來一定會變貴婦 因為包括富二代也在追求 後來她離職了我也離開 後來我在看到她的時候 她來我門診 看診 她已經40歲了 她沒有結婚 可是女神整個崩壞 她整個臉黑 然後整個肚子變得很大 很胖 然後長滿痘痘 那她為什麼來掛 我是腎臟科醫師 她說 紅醫師 我一輩子就被那個驚痛害慘了 她其實她在年輕的時候 就一個月的時間 有兩個禮拜幾乎都在驚痛 那月經期要來之前就開始痛了 到月經期就是結束還在痛 那痛不是那種 她是要痛到那個幾乎要請假 沒辦法去上班那種 就是悲非常非常痛 不想跟她講說 子宮內膜異味 那這種屬於刺發性的那個驚痛症 其實這個是可以好好治療 那但是她也去找 可是還在痛 她就找中醫師吃中藥去調整 那到最後她就找到這兩個東西 她發現 可以讓她改善她的驚痛 非常明顯 就是巧克力跟紅豆湯 她說她巧克力跟紅豆湯 她不是吃那種一般 有吃到非常甜的紅豆湯 非常 她巧克力要越吃越重 我後來幫她抽血整個檢查 不只腎臟壞掉 她腎功能不好 她肝功能也不好 膽固唇膏 血壓高 她整個代謝症候群 整個都跑出來 40歲 40歲就代謝症候群 就是整個脂肪肝 對 那個就是因為吃了那麼多甜食造成的 就是說她的 可是她驚痛不吃 不吃這個東西 她還是會驚痛 那我跟她講說 有兩件事 第一個我請她還是要去找婦產科醫師 第二件是把糖戒掉 我叫她一個禮拜不准吃任何甜食 她後來她真的有戒掉 可是她說那個禮拜真的是 非常非常痛 跟在戒足一樣 生不如死 她就是完全沒有精神 那就很累 那整個就很憂鬱 很焦慮 那整個就很糟糕 可是那第三 我給她一個三合一的一個東西 為什麼巧克力 甜食 其實為什麼會可以 對感覺驚痛是可以改善 其實巧克力很多那個 我認為跟美離子 還有一些維生素B群 這些有關係 所以我後來跟妳講 可是她像兩面認 妳得到一些好的東西 但是又得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覺得妳乾脆就補充就好 我建議她可以補充一些 美離子 維生素B1 加一些 魚油 魚油市上有一些抗發炎 止痛的效果 這三個 然後把那個甜食給戒掉 然後再去找那個 我們的婦產科醫師 經過這樣子之後 女神不久之後又回歸了 她整個精神氣色 其實代謝 她整個瘦了下來 因為甜食戒掉之後 整個就瘦下來 整個那 整個其實她的經痛也大大改善 所以如果說不要 真的不要靠 妳不要當暖男 妳送得很甜很甜 給妳女朋友 給妳老婆 妳會發現 妳會把一個女神 就給搞到崩壞掉 而且我怎麼有聽說 就是吃甜的 反而會讓經痛更不舒服 剛剛洪醫師提到 因為妳太多的這個部分 除了妳代謝出了問題 我們體脂肪還會增加 稍微才會崩壞 那當妳體脂肪增加的時候 我們的 那剛剛也提到有一個為什麼 他說長痘痘 因為這個也會增加 我們雄性荷爾蒙 雄性荷爾蒙多的時候 就容易長痘痘 甚至於更嚴重 會有男生的那種 凸籠的概念出現 其實以甜食來說 很多人都會想說 是不要吃太甜 可是這個太甜的定義 到底在哪邊 每個人不一樣 其實主要 對 每個人不一樣 是主要是在熱量 我們建議一般人吃糖分 要佔整天總熱量的百分之二 百分之十左右 也就是說假設妳一天 可以吃兩千大卡 那百分之十就是兩百大卡 那兩百大卡的糖 到底是什麼呢 巧克力幾隻都沒了而已 一口就沒了 我幫大家算一下 妳剛剛這樣就有了吧 對 我幫大家算一下 兩百大卡的糖 大概是五十克左右而已 五十克是什麼概念呢 所以建議女生一般飲料 真的點到半糖就好 因為你需要熱量沒那麼多 那通常半糖就是五分糖 那其實一分糖就是五克 兩分糖 三分糖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三分糖就是十五克 對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 補一下量 那個五糖真的很難喝 因為有時候 對啊 這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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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啦 有一天那個我們那個 就有同事 因為他考試 考過 他很高興就請飲料 然後他們就大家點得很好 然後就想說 主任最近好像變胖了 我們幫他點一個 五糖又健康的一樣 我以後我就喝了一口 我說 你們 剛剛說不要頂我的算 對嘛 我根本就沒有在顧生產 你還顧我什麼生產 可以啊 他們的糖也很好 好 改善頭痛教你這樣做 當心症狀 反加倍 好 我有一個問題 想要先問大家 哪些方式無法改善頭痛呢 A 按摩 B 熱膚 C 吃新鮮肉類 你們覺得哪一個是 菁姐妳會選什麼 我選熱膚 沒有辦法改善喔 沒辦法的 我選按摩 因為我有頭痛去按摩 然後更痛過 我選吃新鮮肉類啊 新鮮肉類應該可以 可是很怪耶 那個炒飯 我也是選新鮮肉類 無法改善是不是 對啊 按摩跟熱膚應該可以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也是C 對啊 這個會亮這種答案的 肯定有 對 因為比較奇怪的 因為我做太多意思 或是營養 對啊 會出這麼模糊的答案 不會白知道讓你去選 對 對不起 我 真的很選耶 是誰 來 誰來解答 好 神經科外科醫師來位 其實這個問題 應該改變一個問題 改變一個方法來問 你還沒解答呢 對 就是說你頭痛的時候 其實哪一個動作是最危險的 最不適當的 對 其實應該是選B 我們頭痛 頭痛的原因 通常就是血管收縮擴張 你不知道是哪一個原因造成的 你去用熱膚去泡熱水 或者是冰敷去洗冷水澡 這個有時候會造成 頭痛更加的惡化 是喔 就像花燒 然後你再用著自己更熱 可是我們頭髒 就想要泡一點 讓它學習的話就快 對 可是如果你的頭痛 是因為血管擴張造成的 那反而會造成問題 或者說你的頭痛 其實是已經有 顱內出血了 你在熱膚 其實這個是非常危險的動作 一般頭痛都很怕冷風吹 對 所以都會圍起來 頭好痛 圍起來 對 那是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 就是第一個是按摩 按摩其實 其實可以稍微舒緩 因為我們痛的時候就會緊繃 緊繃就會痛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治療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 再加上肌肉鬆弛劑 所以你適度的按摩 是可以幫你舒緩肌肉的 那請問你為什麼 會有這個答案 新鮮的肉類 包含蔬果 或者是顴骨類之類 這些主要是 就是針對沒有一些 特殊的食品加工的東西 因為只有這些 食品加工的東西 或發酵過的 或者是這種醃製的東西 對 所以只要是吃原來的食物 食物的原型要新鮮 對 吃原型的話 這種的話就比較不容易 去誘發頭痛 很多頭痛是因為這些 加工類的食物去造成的 大家都選得很好 沒有選的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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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